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庄稼汉叫刘老根 他长得大高个 相貌粗犯 性格却是憨厚老实 刘老根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 他是瞎子老娘孙氏一把屎一把尿给拉扯大的 从小没少受村里的同龄人欺负 如今一转眼 刘老根都三十多岁了 可一直没有娶妻 他的瞎子老娘每天以泪洗面 总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儿子 那些姑娘才不肯嫁过来 这一天 刘老根从外面干完活回来 看见瞎子老娘手里拿着一根绳子 在窗户上穿来穿去的 他走上前问道 娘 您这是做什么 孙氏随口说道 娘们得慌 窗子细根绳子行动方便 刘老根没有在意 这些年孙氏总是想一出事一出 让他没少操心 前两年总是叫没人给自己张罗婚事 到后来婚事没谈成 家里银子也没少花 娘 我来帮你弄 刘老根说完从对方手里接过绳子 开始系在窗户上 孙氏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叹了一口气道 孩子 为娘要是不在了 你就能娶上媳妇了 娘 说过很多回了 是我嘴笨 不会说话 人家姑娘才不喜欢我的 这时跟您没关系 这些话 刘老根说过很多遍了 可是每一次管用 都怪你那死鬼老爹走得早 他倒是清静了 不管不问的 孙氏又开始数落着 去世多年的老板也没放过 娘 您说这些做什么 爹爹当年也是为这个家 才出意外的 成年旧事就不要再说了 刘老根听着这些话 耳边都起茧了 人的命运是天注定的 愿天尤人除了徒增烦恼 又有何用呢 刘老根日子虽然过得辛苦 但是对生活的态度 却非常乐观 他觉得现在这样不愁吃穿 还能陪在老娘的身边 一家人平平安安地变够了 儿子 绳子系好了吗 细结实一点 可别断开了 孙氏问了一句 系好了 您过来拉拉看 刘老根走过去 将孙氏扶到窗户边 然后就去厨房生火做饭了 他刚把米桃下锅 却听到房间里 有什么东西摔倒了 于是赶紧走进屋里一看 却见母亲把绳子 套在脖子上 然后踢翻了凳子 掉在窗户上 娘 您这是做什么 刘老根一把抱住母亲 然后将对方从绳子上救了下来 儿呀 你就让为娘去死吧 我活着就是拖累你啊 孙氏痛哭流涕地喊道 娘 您真是糊涂啊 您这样走了 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外人还以为我是个不孝子 将来哪家姑娘肯嫁我 刘老根说道 孙氏听儿子说完 也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太冲动了 若是他这样走了 外人在背后还不知怎么说他儿子 而呀 我这辈子能等到你娶妻生子 就是走了也没遗憾 你要孝顺 就想法子给刘家娶个媳妇回来 孙氏说道 娘 我答应你 今年一定娶个媳妇回来 刘老根下定决心说道 孙氏听了儿子这番话 才停止了闹腾 他知道孝顺儿子既然答应了 肯定会努力地实现 第二天早上 刘老根像往常一样 牵着家里那头老黄牛去耕地 走到半路上 听见树林里传来女子的呼救声 他赶紧跑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个相貌清秀的白衣女子 被一条大蛇缠住了 看大蛇张开血盆大口 要一口吞下女子 刘老根顾不得许多 举起锄头对准大蛇的脑袋 就敲了下去 那条大蛇显然也没想到 一个人类竟敢攻击自己 可脑袋挨了重重一击 他的身子一下软了下来 刘老根健壮赶紧将女子救了出来 而那条大蛇晕了一会儿 很快就恢复了精神 只见他突然立起十几米的身体 怒视着眼前的人类 刘老根知道大事不妙 自己手上只有一把锄头 又如何是这条大蛇的对手 看来今天自己太过莽撞 这下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了 它是不怕死的 只是自己死了以后 家里的瞎子老娘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 它手握锄头 打算跟那条大蛇拼个你死我活 双方已经叙事待发 就在那条大蛇张开大口 要攻击来的时候 他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一抹惊恐之色 随即掉转身子钻进了树林中 刘老根有些纳闷 本来以为还有一场生死搏斗 却不想那条大蛇落荒而逃 于是他笑了笑说道 原来是假把事 倒是挺唬人的 他说完走到女子的身边 关切地问道 姑娘 你怎么样 哪里受伤了吗 那白衣女子见刘老根走过来 刚想站起来 等看见对方身后那头老黄牛后 眼里突然露出惊恐之色 姑娘 你怎么了 别怕 那条大蛇已经被我赶走了 刘老根说道 多谢恩公 向女子叫六盈 老家江西闹了灾荒 我是一路逃难至此 刚才觉得口渴 想上山摘几个野果子 却没想遇到一条大蛇 差点要了农家性命 女子声音哀怯地说道 这太行山上确实有很多胸前猛兽 一个人行走太过危险 我送你出去吧 刘老根说道 多谢恩公 刘盈感激不尽 刘盈慢慢起身 却突然痛哼一声 哎呦 我这腿上刚刚被大蛇咬了一口 恐怕行走不了 刘老根看着对方有些为难 毕竟男女瘦瘦不轻 若是将对方背下山叫人看见 指不定人家在背后如何说闲话 刘盈似乎看出了刘老根的为难 她哭着说 恩公 你不用管我 带我休息一下 说不定就能走了 这时 刘老根一眼瞅到身后的老黄牛 脑中灵光一闪说道 姑娘 我让这头黄牛驮你下山如何 这 这样行吗 刘盈看着老黄牛 一脸担心地问道 老黄 快过来你背这姑娘下山怎么样 刘老根将老黄牛牵过来问道 那老黄牛走过来 瞪了地上的女子一眼 却是摇了摇头 又叫唤了两声 似乎是对这个建议表达些不满 你看 她都答应了 姑娘还请不要介意 刘老根可不管老黄牛心里怎么想的 她不方便背着女子下山 只能靠着头老黄牛了 柳盈眼里露出有担忧之色 不过见那老黄牛在刘老根面前非常温顺 她壮起胆子说道 有劳恩公了 等女子刚坐上了牛背 那头老黄牛却突然调转方向 向山上猛冲上去 老黄你这是做什么 方向走错了 我们是要下山 刘老根在后面大声喊道 可是那老黄牛却没有回应 仍然向山上跑去 白鼠经 有我老牛在 你休想害我主人 老黄牛便跑一边哼气道 老牛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杀了我 你的主人也饶不过你的 柳盈冷笑道 原来女子是一只白鼠经变的 她偷食蛇蛋被那条大蛇发现 于是两个精怪缠斗在一起 白鼠不是大蛇的对手 就在要丧命时 幸运地被刘老根救下 至于那条大蛇并不是害怕刘老根 而是看到老黄牛以后 吓得落荒而逃 白鼠经本想加害刘老根 可看见那头老黄牛以后 又改变了主意 于是才装作受伤 接近刘老根再做打算 老黄牛一路奔跑 到了山崖顶上 他猛然停住身子 将背上的女子给扔了出去 老牛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结结结 女子被摔下去以后 大声放肆地笑着 老黄牛看了一眼 冷哼了一口气 然后慢悠悠地向山下走去 在半路上 他遇见了刘老根 又变得无比温顺起来 刘老根十分诧异地问道 老黄 那姑娘人呢 老黄牛哼吃了几声 刘老根也听不懂 可刚刚对方背着女子 跑到山顶上 他确实瞧见了 于是瞪大眼睛问道 你不会将他丢下巡崖了吧 老黄牛点了点头 甩着尾巴坦然承认了 刘老根有些气愤 他从腰间抽出牛边 想打几下 咳手举到半空又停下了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老黄 这些年我和瞎子老娘 全靠你养活 今天我不打你了 你走吧 再也不要回来 老黄牛听到这句话 眼神有些无辜 他用牛脚蹭了蹭刘老根 似乎不愿意离开 只是刘老根决心一下 他怎能容忍自己的老黄牛 害了一条人命呢 刘老根将牛绳解开以后 回家跟母亲道了别 然后就去了县衙一趟 在刘老根看来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 如今那女子被摔下山崖 生死不明 她心中有愧 还是向官府交代清楚为好 县衙的张大人听闻此事 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派人去悬崖下寻找 可并未找到任何师生和医物 欣雅以为刘老根细耍他们 于是打了她一顿板子就放了 刘老根回到家以后非常郁闷 如果老黄牛没伤害那个女子 那她赶走对方岂不是亏大了 想到这里 刘老根准备去山上寻找 等走出门一看 那头老黄牛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自己回到了牛棚里 刘老根心里惭愧 毕竟是自己冤枉了对方 于是走过去说道 老黄 对不起 我也为你将那女子扔下悬崖了 可是县老爷派人去找 没有找到尸体 只是我不明白 你将那女子送到山上哪里去了 老黄牛哼吃了几声 说的什么刘老根也听不明白 她见牛棚里的草快没了 于是跟瞎子老娘打了一声招呼 便出门割草去了 她在后山正割草时 突然听到草地里有声音 于是她扒开草丛一看 那天的白衣女子正躺在地上 她赶紧凑近一瞧 好在女子还有气息 于是她将对方扶起来坐下 又拿出水袋给女子喝了一口 女子慢慢睁开眼睛 看到刘老根后惊喜地喊道 恩公 怎么是你 刘老根解释道 我刚刚在割草 见你躺在地上 便为了你一口水 你怎么会躺在这里 女子哭哭啼啼地说道 那一日老黄牛不知道怎么回事 拖着我就往山上跑 我一害怕就从牛背山翻了下来 旧伤美好 如今又添了心伤 身体动弹不了 哪里也去不得 听对方说完 刘老根一脸愧疚 如果当初自己背对方 而不是让老黄牛来背 应该就没有后来这么多的事情 恩公 这件事不怪你 也许是那老牛不想背我 所以才 女子的话没说完 却听得出来十分善解人意 刘老根见女子这般模样有些心疼 于是说道 姑娘 我家就在山脚下 家中除了一个瞎子老娘 也没有庞然了 你要不介意 可以去我家休养几天 你看如何 他见女子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这一次他没有再顾虑其他 蹲下身子朝对方说道 姑娘 你上来吧 我来背你 刘老根背着女子回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黑了 回到家以后 孙氏见有女子说话 便开口问道 儿子 咱家是不是来人了 刘老根见母亲问话 便将今天发生的事情细说了一遍 等他话音刚落 女子恭敬地喊了一声 大娘 我叫柳莹 是从江西逃难至此 多亏了刘大哥的救命之恩 孙氏听了十分欢喜 连忙问道 孩子 你家中可还有其他人 女子伤心哭泣道 我父母早亡 只有一个哥哥 却在逃难的路上走散了 如今不知道他身在何方呢 女子的身世遭遇真是闻者伤心 听者落泪 孙氏连忙安慰道 孩子别急 你要在我家住下 等身子休养好 我让庚儿陪你一起去找 女子感激涕铃 便在柳家住了下来 她手脚勤快 将家里上下打扫得干干净净 让人看了十分欢喜 只是有件奇怪的事 那女子虽然手脚勤快 但是每次都离牛棚远远的 刘老庚见到 也并没有怀疑什么 也许是柳莹对老黄牛海记恨着 所以才不愿接近 半个月后 刘老庚正在门口忙活 一个陌生的男子走过来问道 兄弟 你见我一个姑娘吗 她比我小上几岁 笑貌大概是这样 刘老庚听对方描述完 一脸惊喜地问道 你是柳浩大哥吗 在下正是柳浩 难道兄弟认识我 那男子有些意外地问道 咱们还真是有缘力 令妹就在我家呢 刘老庚说完 朝屋里喊了一声道 盈盈 你看谁来了 刘盈走出屋里 看到男子后有些喜出望外 她惊喜地喊道 哥哥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柳浩走过去 一把抱住对方说道 好妹妹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是一路打听过来的 没想到老天有眼 真让我找到你了 兄妹两人失散又重逢 刘家也为其高兴 晚上烧了一桌子菜庆祝 在饭桌上 柳浩说道 我家妹子从小娇生惯养 这一次若不是刘兄弟的搭救 恐怕我们兄妹就没有再见之日了 在下不过是举手之劳 却让柳姑娘吃了不少苦 柳老庚有些惭愧地说 吃完饭后 柳浩对柳盈说道 妹妹 你在这里烦扰多日 该跟我回去了 哥哥 我不想回去 柳盈撒娇道 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赖在别人家里成何提头 以后还嫁不嫁人了 柳浩怒声呵斥道 哥哥 我 柳盈看了看刘老庚 欲言又止 刘老庚是个老实人 性格有些木讷 他心里喜欢对方却不敢说出来 当下更是急得不知道说什么 孙氏眼瞎心不瞎 当下明白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意 于是对儿子说道 你不是答应给我娶个媳妇回来吗 眼下有一个这么好的姑娘 你这憨货怎么不知道珍惜呢 刘老庚被母亲这一说 就是鱼目脑袋也开了窍 他赶紧对柳浩说道 刘大哥 我喜欢柳姑娘 你们若是不嫌弃我家里穷 我愿娶她为妻 这辈子一定会好好待她 刘浩看向妹妹问道 你喜欢刘兄弟吗 柳盈害羞地点了点头 然后扭头躲进了房间里 哈哈哈哈 狼情惬意 我这个做大舅哥的又怎么好棒打烟样呢 只是 柳浩大笑一声后 又突然皱起了眉头 柳大哥 只是什么 刘老庚问道 父母去世前 我曾许下诺言 一定让妹子风风光光嫁出去 可刘兄弟对我家有恩 家里的情况我也知道 因此妹子就这样嫁出去 我还要什么脸面去见泉下父母呢 柳浩脸色为难地说道 刘老庚听对方说完 心里也知道对方话中的意思 想要娶柳盈为妻 骗礼肯定是少不了的 只是他家里 又如何拿得出来那些骗礼呢 刘兄弟不要误会 如今父母不在 妹子若是嫁人了 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要那些骗礼做什么 我是想你和妹子成亲那一天 请相亲们一起吃饭 婚宴要办得热热闹闹的 柳浩解释道 那就好办了 跟而咱家不还有一头老黄牛吗 等成亲那天宰了 就有有肉招待客人了 孙氏欢喜地说道 娘 老黄对咱家有恩不能杀 刘老庚不想为了娶媳妇 把自家的老黄牛都杀了 于是果断拒绝了 刘兄弟说得对 成个亲杀了老牛不知道 我也就随口一说 只要我家妹子没意见 我这做哥哥的业不多说什么了 柳浩突然松了口 柳老哥没想到 这个大舅哥如此善解人意 心存感激地说道 柳大哥放心 莹莹嫁过来 我不会让他吃苦的 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柳浩拍着对方的肩膀说道 意见达成一致后 两家便坐在一起 商定了成亲的日子 第二天 柳浩辞别道 我得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 好让他们在酒泉之下感到欣慰 根儿 你去送送人家 孙氏对儿子说道 刘老根将对方送到村口 才折身回到家中 刚到家中却见母亲躺在地上 柳莹在一旁哭得伤心难过 娘 你怎么了 娘 快醒醒啊 刘老根一把抱住瞎子老娘 失声痛哭道 眼前这一幕实在太突然了 刚刚还在一起有说有笑 怎么就出个门的功夫 她的母亲就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呢 柳莹哭着说道 刚刚你送哥哥走了以后 那头老黄牛又发疯一般冲了进来 大娘想拦住她 结果就 柳莹话没说完 就见柳老根气呼呼地 去厨房里拿了一把屠宰刀 然后走到牛棚里怒吼道 老黄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恩 可是你不该伤我娘的 老黄看到柳老根手里的刀并不害怕 她闭上了眼睛在等待着什么一般 好啊 果然是你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柳老根走过去 将养了十多年的大黄牛给宰了 柳莹听到外面的动静 迅速赶了过来 看到老黄牛倒下后 她的眼里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 柳莹走过来说道 柳哥 你不要难过了 大娘没有生命危险 既然大黄牛被你宰了 正好可以给大娘补补身子 晚上的时候 柳莹亲自下厨 烧了满满一桌子菜 每盘菜都和大黄牛有关系 不过柳老根看着那些牛肉 心里难过 却是一口也吃不下 柳老根喝了几口闷酒 脑袋就有些晕乎乎的 晚上睡着以后 她梦到自己走到一片大草原上 中尾烟雾缭绕的看不清楚 喂 这是哪里 有人吗 柳老根对着天空喊了几声 半天没有任何回应 她只好沿着那条唯一的路 向山下走去 越走越觉得熟悉 原来她所在的地方正是太行山上 主人慢走 等等老牛 这时身后一头大黄牛向她奔跑而来 老黄 你 你不是已经 柳老根有些纳闷 他记得老黄牛已经被他宰了 身上的肉都做成了一桌子菜 怎么又好好的出现在他眼前呢 多谢主人救命之恩 老牛如今已经历劫圆满 回归先班了 老黄牛高兴地说道 回归先班 这是怎么回事 柳老根有些诧异地问道 我本是天界神牛 因为一时贪吃 竟将玉帝后花园的仙草给吃了 后来玉帝知道此事后 便将我贬下凡间 必须经历九世节 方能回到天庭 老黄牛解释道 那我将你杀害 你为何要感谢我呢 柳老根不解地问道 这第九世的劫难 我要死于至爱人的手里 所以你将我杀死后 我便历劫圆满 可以重新卫裂先班 老黄牛看着对方一脸疑惑之色 便继续解释道 那柳姑娘是黄鼠精所变 她偷吃了蛇精的孩子 才被追杀的 那一日蛇精看见我才跑开了 我识破了黄鼠精的阴谋 所以将她扔下了山崖 没想到她贼心不死 竟然把主意打到我的内单上来了 那我母亲 柳老根恍然大悟 好像猜到了什么 没错 你母亲就是被黄鼠精所害 她和蛇精商量好 要置我于死地 老黄牛叹了一口气 这两个妖精实在太阴险毒辣了 未打目的竟然不择手段 蛇精 她不是和黄鼠精有仇恨吗 有老根好奇地问了一句 他们够怀鬼胎 因为蛇精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她便和黄鼠精联合来对付我 不过他们未免太小瞧我老牛了 老黄牛哼了一声 似乎没将他们放在眼里 老黄 现在该怎么办 刘老根急忙问道 主人 不急 老黄牛张口一吐 一颗内单便飘到刘老根的面前 紧接着说道 主人 你取下我鼻子上的铁环 刘老根按照对方说的 将老黄牛鼻子上的铁环取下 随后又将内单拿在手心 老黄牛说道 等你拿出内单 那蛇精和黄鼠精必定会出手争夺 届时你再扔出铁环 即可将它们收服 老黄牛说完这些话便消失不见了 刘老根也从梦里惊醒过来 他摊开双手 果然有一颗圆滚滚的珠子 还有一个铁环 只见那内单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还没等他瞧个仔细 一个黑影就一闪而过 将内单拿在手心 果然在你这里 害我找了好久 柳盈看着手中的内单 顿时大喜过望 你果然是黄鼠精 我娘是你打伤的 刘老根怒斥道 事又如何 现在老牛已死 内单在我手里 你能耐我何 柳盈得意地笑道 黄鼠精快将内单交给我 我饶你不死 这时 柳盈破门而入 看着对方手里的内单 眼中露出贪婪的目光 哼 这么好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交给你 有本事来抢好了 柳盈将内单收好 变化成一只黄鼠 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过河拆桥 找死 柳盈同样献出原形 变成一天 大蛇张开大口向对方咬过去 刘老根担心瞎子老娘的安全 于是趁乱将孙氏背了出去 他刚走出门 只听见身后的屋子便轰然倒塌 哎呀 发生什么事了 咱们的屋子是不是塌了 真是造孽 以后我们住哪儿呀 孙氏垂胸顿足地喊道 刘老根看着蛇精和黄鼠精 战斗在一起 他想起梦里老黄牛说的那番话 于是掏出铁环向天空一扔 只见那铁环飘到空中 瞬间变得巨大无比 然后那圈子里射出几道霞光 直接将打斗的两个妖精收了进去 等妖精被收服以后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这时 那老黄牛脚踏七彩祥云落到地上 然后将圈子收回放在笔尖上 主人 你善良孝顺 又助我脱节 老牛就将这颗内单送给你 老黄牛笑道 这内单如此珍贵 我不能收 刘老根推辞道 只有妖精才把他当宝贝 你不喜欢将他变卖就是 不值一提 老黄牛说完 便踩着祥云消失了 刘老根看着手里闪闪发光的珠子 他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妖精为了他 竟然要拼的你死我活 他看着自家的房子变成一片废墟 又想起老黄牛那番话 于是带着珠子来到镇上的当铺里 没想到却换来了一千两黄金 这一刻 刘老根才知道 原来这颗珠子如此值钱 难怪两个妖精为了他不择手段 如今却让他捡了一个大便宜 有了一千两黄金 他在镇上买了一个大宅院 又请来神医给母亲治好了眼睛 第二年 他迎娶了县城里最漂亮的女子 一家人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 命里有时钟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爱情是这样 财富也是如此 只有勤勤恳恳 脚踏实地 才能换得享知不尽的荣华富贵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